特朗普胜选后 新的任期将如何调整对乌克兰的政策 俄罗斯方面表达了普京有意愿 与特朗普就结束俄乌冲突进行接触 那么俄美关系会因此而有所缓和吗 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欧亚研究所所长丁晓星的分析 随着特朗普回归以后 他在很多问题上的政策都会有调整 包括对俄政策 或者对乌克兰的政策 那么现在看就是特朗普在竞选期间 他一再强调要尽快地结束俄乌冲突 那么普京也有表态 就是说愿意和美国的新任的当选的总统打交道 是一个持开放性的态度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随着特朗普的回归 俄乌冲突由这个激战阶段 很可能转向一个谈判的阶段 那么在这个谈判过程中 俄美之间肯定是有一些对话 有一些接触 俄美关系确实存在着缓和的可能性 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 俄美的这个结构性的矛盾 它没有随着特朗普的当选而消失 俄美之间的国家的利益之间的冲突 仍然是存在的 让我们想起就是说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 他也是表态要改善俄美关系 但事实上俄美关系没有改善 反而恶化了 俄美之间的爆发了一系列的外交战 而且特朗普当时是极力地阻挠俄欧之间的这个天然气管道 所以就是说而且俄乌冲突以来 俄美之间的这种经贸上的联系 也已经降到了最低点 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俄美之间 存在着缓和的可能性 但是这个缓和是极其有限的 感谢观看